溫市中心昨天發生致命交通意外 一名踩單車人士被重型貨車撞倒當場死亡 而警方已展開調查並呼籲公眾提供線索 再由蘇巷南報導 案發於星期三早上7時半左右 溫市警方致報指位於市中心康比加Pacific街發生交通意外 一名28歲踩單車的人士在該路口被一名重型貨車撞倒 經搶救後當場死亡 而死者的單車被卡在貨車底部 警方初步調查後認為車禍不涉及超速或聚走駕駛 公眾若目擊案件或有行車記錄畫面請與警方聯絡 新時代電視蘇學南報導